用數字看臺灣掌握最新財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在這收看本週的數字 臺灣 我們走過三十年 臺灣的科技創新的精神 那麼臺灣的族科從九零年代創立之後 那麼帶領臺灣不斷往前走 我們看到今天為止 第一個 大家看到臺積電的股價 在禮拜四一開盤過了三百 過了三百 大家知道 他在美國的ADR股價是五十一塊九毛一 市主來到兩千六百九十四億 這個是在臺灣的所有公司當中 這是粗類拔萃的經典代表作 那麼到三百塊以後 他等於七兆七千億臺幣 這是臺灣非常不得了 到七兆七千億 他在全世界的股價的市值排行榜 他第二十大領先在臺積電前面是美國銀行 後面是Home Depot 那大家可以知道有的臺積電 臺灣其實我們可以說這是臺灣的正三之寶 那這個臺積電有的臺積電我們可以看到在假如你坐高鐵 你會到高鐵的包括桃園站 這個臺南站你抬起頭要下樓梯的時候 你看到ASML的這個廣告招牌他就在上頭 那各位知道這個ISML在臺灣最大客戶就是台積電 但是他在臺灣開始聘用員工 他即將在臺灣雇用六百人來接受全球的信念 那這個情況也告訴大家 這個ASML開始在臺灣在地化 在地化你可以看到他是設備供應股價不斷的上漲 這是在在這個他股價九十塊的時候 他合併了臺灣的漢維科 一千四百塊一千億臺幣 把漢維科併到公司裡面 那麼現在股價不斷的往上漲 這是整個半導體產業興旺當中 非常重要一個嚴肅 然後這個音樂達帶著投資 電子五個全部回到臺灣投資 那我們大家看到中國在半導體國家基金 是兩千億的這個新的額度 也是給大家帶來一個新的期待 另外2019年前球前十大的晶炎代工廠 台積電現在要領先 後面是三星 那Glob Funding的第三 那最近兩家公司 因為大家付控金錢 那麼現在達成協議 這個也對台積電股價帶來比較大的幫助 那這禮拜我們也看到 小英在他的臉書特別預告 臺灣二十九年股價新高 到一萬一千三百二十點 其實到禮拜四已經到一萬一千四百零九 這是再度寫下新高價 大家可以看到新台幣強勁升值 在這個回合當中 亞洲貨幣新來幣升值的幅度力道最大 所以這個也是資金回流一個非常顯著的象徵 這是台積電股價 所以ADR的股價不斷的上漲 他現在拉大領先 英特爾的差距超過兩百億美元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在這個禮拜當中 大家矚目的焦點 是美洲貿易戰的現代的協議 這協議到底怎麼簽 本來是要在智利的APEC峰會 現在智利突然取消 這個取消影響知識挺大 那麼到底APEC會在哪裡開 或是完全取消 現在大家可以好好往下看 這當中我們回來看 在上禮拜我們特別提到的 Michael Pence在這一次的演講 再度批評中國 那如果對照 在去年的十月四號 他被認為是在這個一百年來 秋吉在一九四六年的鐵幕的演講當中 最具分量的演講 那這一次照樣他的乙氣 還是非常的重 這當中他在NBA 有很多的他的看法 這當中在彭氏演講以後 王毅說這個彭氏的演講 是一派服務員 那我們也看到在先前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 那蓬佩奧美國國務卿他說 美國不願意再接受中國伊朗 以俄羅斯違反多項協議跟多邊協議的作法 將採取行動改革二戰後的國際秩序的基礎 包括聯合國 包括IML 包括世界銀行等等 也包括WTO 那蓬佩奧在批評中國的時候 這個華春瑩國務院的這個發言人他說他小人 所以現在乙氣越來越辛辣 所以我們也看到這雙方美中貿易戰 雖然貿易上達到和解 但是在冷戰的各種角度 都其實完全沒有任何的和解的跡象 這當中包括你現在看到台美關係過去大概都在政治的層面 從台灣旅行法國王授權法 擴大台美軍售到這一次台北法案 這個都通過了 通過以後大家可以知道在十年當中 台灣的環石流現在可以賣到美國 這也是在過去從來沒有的 這一次才有很大的改變 美國國務院跟農業部 還有商務部聯名來發函 要求美國五百大企業要增加對台灣的投資 這個也是在過去從來沒看過 也就是現在美台的交往 現在正式進入到一個商業往來 經濟的利益的基礎上 在NBA上面我想這是非常關鍵 大家可以知道在莫瑞的一個推特 升演香港的一個一條推文出來之後 他遭到中國無限的抵制 這個抵制當中 這個是NBA的主席叫希薄 那他認為言論自由高於一切 這樣的一個說法出來之後 NBA是在美國引來非常大的討論 這個討論一個NBA的事件 大概也在美國分成兩個陣營 這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有人講這個巴克里是俄漢 這是他要彭斯閉嘴 他說你知道有多少美國的籃球員在中國 混一口飯吃 他說不要亂講 這個時候包括Liberon James 這是美國明星球員 他認為這個中國赤黨很重要 不能隨便講話 這個他們被歸納為跪舔中國派 那這個是俠克偶尼他認為莫瑞有有權力支撐香港的示威者 所以他認為言論自由比較重要 就是分成兩派了 但是在Michael Pence的演講當中 他對NIKE是有非常火辣的辛辣的這個發言 你可以看到他說他以過去以人權捍衛者自居 但是現在碰到中國利益大餅的時候 他就跪下來了 所以對於NIKE來講 他的股價被Michael Pence這一批評 股價連跌四天 這也是在美國社會當中一個值得大家注意的 也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這個日本偷襲珍珠港 那美國其實原來他沒有參與這樣的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 但是因為日本的出兵引來這個美國的這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造成一個更大的戰局 讓日本是節節敗退 這一次有人認為這個NBA的事件是在對中國來講 是偷襲美國的珍珠港事件 那現在這個效應其實美國三大運動 包括美國的籃球棒球跟美式足球都是影響人民非常深遠 這個效應值得大家來高度的關注 我們要看看在台灣的創投產業30年的發展當中 現在在台商回流之後 他會不會帶來一個更大的新的效應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鍾金河的總經理朱永光 朱總經理跟創投公會的宿宿秘書長 我們他們兩位來跟大家好好來探探 這30年當中台灣整個產業的脈動 我們先請朱總跟觀眾朋友問候一下 社長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美商中靜河董事總經理朱永光 我們請我們蘇秘書長 大家好我是蘇時中 我已經離開創投公會兩年了 現在在台灣天使投資協會服務 好我想這個你在創投公會其實快30年了 那所以你就老兵了 現在是另外轉換跑道 但是精神一直都在這裡 所以今天我還要特別請你來談談 台灣其實經過30年 我們都知道我印象最深刻像我們竹科剛剛創立沒多久 我買過衛上市股票 那個衛上市股票我記得一個當年華邦的福利社 那一個福利社小姐專門在湊合那個衛上市交易 結果他造就竹科半導體的傳奇 為什麼在那個年代華邦的股票 甚至台積電的股票 貿易都在場外很弱弱的交易 這個就是帶動當年竹科創業風潮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股推進的力量 那創投發展了30年 其實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早期的台灣的創投也是蓬勃發展 那到了台灣的股票崩盤以後下來以後 到了九零年代慢慢很多的案子就變少了 所以兩千年之後 大多數的創投又到大陸去發展 那這個發展到現在為止 美國的矽谷一直都是大家在尋找新的項目的一個源頭 那現在看起來如果在台商回流之後 台灣的整個新創事業 台灣的創投產業會不會帶來一個新的 因為我們大概已經停滯了二三十年 這樣的一個效應當中 未來的變化 等一下我們休息一下 回來 請教兩位 稍微來 歡迎再回到現場 我想要先請我們秘書長跟大家來聊一下 就是說在這三十年當中 我覺得是非常有意思 我們看到台灣的起跟台灣的弱 在九零年代 台灣的股票已經到一二六八二了 那但是後面的台灣的人 台灣的錢跑了以後 台灣從整個產業開始慢慢在沉澱 所以創投業者跟著就出走 因為我們再也找不到 類似像台積電這麼好的案子 所以大家 台灣又以科技硬體製造為主 所以在這種這麼多年風潮當中 大家開始大陸起來以後 有非常多的網路創新的獨角獸的公司 台灣我們變形各處 怎麼找也找不到獨角獸的公司 所以這個就是說在創投的這個 在選標的在創投的 這個尋找好案子的路上 台灣就變得少了 少了以後現在大陸開始 也到一個相對的高點了 那慢慢如果台商回流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來看台灣下個投資的機會 那我相信時鐘在創投公會 三十年你看到了 就是說我們創投產業 三十年的興衰往事 你來用簡單的來跟我們歸納一下 就是在三十年當中 有什麼樣的一個起伏跟變化 好 其實從二零零六年到現在 十幾年了 台灣的創投一直在走下坡 二零零六年往前算十年 台灣是非常非常的蓬勃 而且非常棒 那個時候大概美國以外就是台灣了 對我們跟以色列差不多 那個活潑的成分 三大創投創新國家 我們我們可能 我們可能不會輸給以色列 那時候我記得新加坡已經有創投 大馬系都存在了 新加坡每一年募集的資金 是我們的三倍 可是每一年投資出去的 是我們的三分之一 所以台灣是錢也沒有很多 可是我們很敢投資在那個時代 但我覺得大家覺得說 那時候我們也這麼吹牛 說創投創造了台灣這個經濟奇蹟 我們跟這個台積電等等 跟政府的政策搭配 跟科學園區創造了當年的經濟奇蹟 可是事實上我們事後來看 台灣的創投不能靠創投就能夠創造奇蹟 其實是台積電創造的奇蹟 我們是搭的那個風潮 搭那個風潮 那剛剛您說台積電之後呢 好像沒有下一個 最近很多人問我他說誰是下一個台積電 我都搭不太出來 那我個人覺得是 我個人覺得是目前沒有看到 因為我們台積電 有台積電的前二十多年 甚至於三十年 台灣就派了胡廷華等人 跑到RCA去學習 那個是一個產業起來要花 前置期要花二十幾年去研究 那我們在搞台積電的時候 洪海洪基的時候 我們沒有想到說我們的下一個是什麼 因為這樣就夠了嘛 你看台積電這麼表現得這麼好 但是其實我們如果今天想要有下一個代替台積電 不是代替這個產業隊還有一個要卓越的經營者 你看台積電跟聯電他們都弘揚了 現在相差快五十倍了 對所以我覺得我們因為政府在過去幾年 可能大家大人都喜歡搞政治嘛 所以對產業發展的方向 在我們沒有在二十年前去尋找一個 二十年前大家在提的就是兩兆雙星 可是大家知道兩兆雙星 後來都很喘 那今天生物科技好像有一點 可是最近兩個事件之後 整個生物科技就好像又進入冰河時期 所以臺灣的目前的狀況 靠資金回流 就是說可能創作可能有資金 這次的資金回流專法裡面也有說 如果你投資創作的話 你就可以再降四趴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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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 所以其實是有鼓勵效果 那很多創作也在打算要要要跟台商募集這個資金 但是我個人覺得如果沒有一個產業的新的方向 土有資金是不夠的 對好這當中朱總來跟我們稍微比較一下 中金河在美國的舊金山 在中國北京 在臺北都有辦事處 所以如果這幾個地方的這種創業投資的風潮來講 這個到底他的差別在哪裡 還有你看到以色列是這幾年非常火紅的 我們到以色列 他們最有興趣就是AEP人來跟你做簡報 然後不停的做簡報 唯一的目的就把公司賣給你 所以以色列幾國上下都在創新 而且他們創新就是為了要出售 他們創新的果實 所以這這樣的每個地方的這種創投產業的生態 你也稍微跟我們談論 這個差異在哪裡 我想的確是因為這個中金河 一直都是一個跨區域的在運作的一個創投 我們在北京在舊金山 臺北都有團隊同仁在進行 那實際上在就我參加了這個中金河十幾年來看 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我們三個地方的辦公室 各有興衰 所謂各有興衰就是人數的多廣 那你會發現就是說 大概十幾年將近二十年前 其實美國辦公室人最多 然後那時候投資案最活躍 其實那時候就是臺灣那個 還沒有在ITICT之前期 那後來臺北的辦公室 其實是人最多 那剛好就是我們臺灣 ITICT 最蓬勃發展的時候 然後接下去的十年大概一九九到二零零五年那一段時間 三個地方大概都大概五六年的時間 都是比較沒有什麼動機 那時候就是網路泡沫的時候 那到了二零零五年的下半年 我們在北京中國投資的一個分眾傳媒 就是一個新媒體在電視機有擺那個螢幕 然後做廣告那一塊 從二零零五年到二零一五年十年之間 我們其實北京的辦公室還有人數是最多 可是從大概二零一七左右 發現美國又開始回來了 然後有趣的現象是說 當美國那邊回來以後 美國在發展的時候 其實臺灣就跟著心起來 所以現在其實臺灣的辦公室跟美國的辦公室 大家是最活躍人最多的 那這個如果你這樣看 就大陸有一段時間非常火紅 那現在看起來他慢慢就比較成熟了 也就是說第一個很多獨角獸掛牌之後沒有想像那麼好 你看到小米原來 大家把小米已經吹得跟天上一樣 小米從上市在香港這樣二十二塊 掉到現在就八塊多了 那這樣的一個風潮當中 其實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整個中國在過去的狂潮當中 他曾經揮煌騰達過 現在看起來沒有那麼大的這種奔屬的力道 這當中問題在哪裡 我是覺得當時在過去的十年 他那麼宣稱主要是一個時空的背景 對 因為大陸的環境 人民的生活 所以他們反而是因為有利用互聯網的關係 所以主要是解決了客戶是C的Business 大部分都是一個風潮 而且互聯網整個造就了一個所謂的新的經濟 那接下來其實慢慢的這個潮已經該有的都已經有了 所以真正現在要進行的應該是2B的 在企業的在企業的Solution 企業的營運的效率 這些方面來講 其實過去臺灣是非常強 其實臺灣大部分做的還是在做B的這個Business 所以這方面來講 其實他們是慢慢的沉澱 需要時間去發展 那反而是美國在這方面一直持續的創新 那臺灣呢 我覺得機會也應該是在這一塊 在2B的這一塊 有一個Solution來提供給全世界 是 我想要秘書黨你來談一下 就是說臺灣其實在創投產業當中 我們對資訊硬體非常有感覺 就是說那一家公司要做什麼產品 比方說做半導體 做notebook 做手機 我們一聽就懂 但是慢慢的你到了Internet的時代 像現在很多的電商 或是現在很多虛擬的公司 慢慢就起來了 這個時候很多創投他未必聽懂 所以大家這種估值或估價的概念 就大家會比較模糊 這樣的一個眼鏡就從早期創投一個 今天的創投產業 他的生態最大變化在哪裡 我想這個這個過去對製造業的硬體 我們很熟悉 其實這個製造硬體到目前的規模 還是很大的啦 比如像有人想說那個什麼已經過去 還沒有過去 但是基本上我們創投是受這個訓練的 創投裡面的投資經營人主要 也來自於這個領域最多 那軟體市場 其實創投公司並不是不懂 因為軟體基本上 他的那個理論背景 基本上是接近的 但是軟體這個行業 他基本上是看市場的 他跟所以說網路無國界 網路很大的國界 你說臺灣人寫的一個一個網路的笑話 大陸人不笑 所以同文同種沒有用 但是網路是非常有國際 網路的內需市場是非常大 為什麼大陸的網路落後我們那麼久 在當年對不對 當時他人口優勢 馬上就整個就帶起來了 所以我說今天臺灣在發展網路 發展軟體的時候 第一個當然是我們 臺灣講說我們過去大家都在想製造業 所以就沒有去給予足夠的力量 其實也不只是那個 大家沒有認清那個市場的特質 所以臺灣要我們 你看印度做軟體代工 印度還有國內市場 人家做軟體代工做得很好 其實臺灣在軟體 互聯網這一次沒有趕上 第一個是我們忽略 那個內需市場的重要 因為臺灣是一個小國 所以臺灣其實本來可能就沒有辦法 在互聯網這個領域去領先 除非你一開始就把中國把拿下來 除非 他很難 他有國家政策 兩下就把你切掉了 所以今天臺灣在尋找下一個領域的時候 我覺得臺灣可能我們必須冷靜下一個 去回來檢討臺灣的 我們優勢項目在哪裡 我這個我跟民主黨討論 你剛才講到類似 像生技產業 那這個我在臺灣 其實我跟很多的看法不太一樣 就是說大家認為這個生技產業 是未來的明日之星 但這個當中我對新藥是 我提醒很多人注意 很多人到現在都不太諒解 為什麼 第一個新藥國際像羅氏藥廠 默克 輝瑞 你想一想他們都一顆藥 後面的資本實力有多大 就是說那個幾百上百億的錢在炸 那我們國內研發新藥都一顆藥就一家公司 那一顆藥一家公司 我經常看到那個新藥公司的老闆 他經常跟我講 我這顆藥有多偉大 那多偉大我就跟他講 我說你能不能取得FDA 能夠新藥上市 掛牌 然後有營業額最重要 你得到藥證也不一定賣得掉 對不對 那臺灣其實我們有很多困難 也就是說大家都必著自尊說 我這顆藥可以賣片全世界 然後多好多好 但是你現在想一想 跟我講多好的人 到現在為止講十年 他公司照樣沒有營業額 那我想你總是要 你看你能夠撐多久 就是說新藥的創意的這個老闆 他可能對他非常認為 他這顆藥非常優秀 但是他可能沒有市場性 那你就讓這些公司去掛牌 掛了以後你就發現 他十年掛在那邊 從來沒有一天有營業額 那你想一想 你不是這樣每天就算了 他每一年要有很多的 cash out 資金淨流出他不亂燒 很多新藥公司一年都燒十幾億 你說如果我燒十 我燒一百多億 一百多億你從哪裡 那錢燒光又增資 增資又叫股東拿錢 你日復一日到最後 他手都軟 為什麼 我看過像類似北極星這樣 他掛牌一百五 現在剩十塊 中間經過三次增資 增了三次以後 你想一想後面要增的時候 你手會不會軟 因為大家前鋪後繼 講半天也沒有什麼成果 那這個時候其實那個產業到最後也會把很多人都嚇到 我覺得生物醫藥 在臺灣看起來走新藥 我個人覺得很多人很熱情 我們不去擋人家 但是臺灣要做生物新藥這個領域 我覺得有兩個 第一個最近很多 我昨天才聽這個台山資本的那個 那個智隆 結論在在影響的時候 他就想說他們投資的美國公司 把美國公司帶回臺灣 看臺灣的公司 就他們好喜歡臺灣 臺灣會不會成為這個國際上生醫領域的代工中心 對 那個產業很長的 這第二個就是他們 他們是做授權 我研究研究完了 我授權 我自己不要搞品牌 不要搞新藥 那第二個就是臺灣的醫材 看起來是機會的 因為我們的資訊科技很強大 廣學材料很強大 那我們醫療技術很強大 這樣整在一起 臺灣是有機會成為醫材的大國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回來我們來問朱總就是說 現在中金河的新的布局 我想你後面的九號基金也在募集 這個時候 臺灣經過這樣 長年 十年二十年的千錘百鏈或沉澱 現在我們看產業的未來的亮度 就是說這個未來的產業趨勢當中 臺灣有沒有出現一些新的亮點 然後我們有沒有看到一些未來的產業 臺灣下一個產業就有爆發力的產業 到底亮點會在哪裡 等一下我們請這個中金河的朱總 給大家來詳細做分析 稍微來 我們一生在做投資當中 其實創投是最有趣的 就是說我們創投從早安子開始研究產業 然後去看這家公司 從小變大不斷的去盯著他的發展 這個其實你看人又看產業 又看未來的科技發展的前景 就是最美妙的行業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說 在這個創投的路上 像時鐘你這樣三十年 那朱總一輩子 現在你在中金河就要十幾年了 我們回來看臺灣就是說 你剛剛朱總 我特別請你把美國啦 這個中國啦 臺北現在的創業的環境 大概整個都看過了 我們看臺灣在經過長期的挑戰 因為臺灣有一段時間 產業外影嚴重 現在慢慢就開始有人回流 臺灣有一些 我們這種隱形冠軍 其實也不少 所以你在你在臺北看到臺灣的 現在的創投的內容 內容跟未來要投資的標的 你覺得臺灣未來可能會出現 哪些比較值得大家去摸手的方向 是的 社長我想我們看到的東西 大概可以分成兩個方向 兩個第一個就是新經濟的企業 這些企業都是因為新經濟 就是數位的浪潮 新經濟的體系之下 所長大出來的 對 像我們投資的有一些 專門做幫公司做那個商業決策 這種的 AI的那個公司 像他很快短短五年 他實際上已經做到 銀營額大概三十億台幣 而且主要的市場客戶都在國外 特別是日本 他們就會在日本上 這就是我講的所謂的新經濟的企業 那這個是在臺灣土生土長長大的 對 那另外一塊我們看到的是 轉進新新經濟的傳統企業 對 就是這些企業在臺灣已經在運轉了 可是他們開始在使用 善用這個新的數位科技 包括AI也好 對 Blockchain也好 或者是IoT 或者是Robotics這些技術 讓他原來的產業能夠利用這個做一個翻轉 做一個轉進 譬如說像我們最近看到有一家公司 他原來純粹只是在做那個跑步機 就是跑步機 健身器材的 他實際上透過了投資轉投資的一個新創公司 那新創公司帶進了 新創公司其實是投資美國的 他投資了美國新創公司以後了解 知道說其實就把原來的運動跑步機加上了面板 然後這個面板以後加上軟體 然後加上App 所以這個健身器材出的原來一個硬邦邦的健身器材 現在變成一個個人的活的教練 而且跟全球所有同好者 現在好像股票上市 是 像這樣的一個公司 就是所謂的 我們講的所謂的臺灣現在的所謂的傳產 但是他經過這個數位科技的轉型 然後跟上這個變成新經濟的公司 像這種公司 大概是我們現在基金 看到臺灣大概是這兩塊 那像臺灣的新創在新經濟體系的這些新創 原來大家都是覺得 就是說臺灣太小 可是實際上從我們最近投資的幾家公司 他們反而都在日本那邊長大 所以長大就是說找到日本的客戶 然後找到日本的資金 KKBOX有到日本去掛牌 對 那是那是比較早了 現在還有很多家 還有很多家 其實像做那個長照的機器人 我都要請教朱總就是說 臺灣跟日本是最像的 就是說我們在日本在一九八九年 就已經泡沫經濟以後 我掉下來了 掉下來之後呢 我最近要到日本去看 我找了一個中萬先生幫我去看了一些 日本新創公司 日本在這一塊 現在安倍是用很大力量去獎勵 所以現在日本跑得很快 就是說他們現在對這種小小型 這個等下書中可以補充 就是說他們這種新創事業 日本現在開始用舉國力量去培植他 所以我在我在想日本睡覺 睡三十年 現在如果到日本去找標的 應該會找到很棒的標的 對 我想社長這個 我想其實我覺得日本會開始很努力的 投資新創公司 而且這個投資新創公司 不只是投日本 因為日本比較沒有創新的能力 所以他們比較少的新創公司 所以這新創公司 可能在以色列或是像臺灣 臺灣因為地緣與溫的關係 所以他們找的臺灣的新創公司 都是企業來找 因為企業呢 他覺得就是說他的變革變性 但是我們投臺灣很多 對 就是說他自己內部的變革變性很難 所以他反而就是投資 臺灣這些公司變成一起合作 然後引進臺灣這些新創的一些新的經濟的商業的模式 到日本找項目 是 然後變成企業他投資然後一起合作 然後再加上日本的那個投資 創投資資金 大家打造一個生態系 所以這樣的話就很快成長 像現在我們冒險啊 他像黃柱商 董事長 經常帶人到以色列去看啊 那大家現在也都覺得到以色列找有點靈感 要不要到以色列 看看有沒有好公司好買 是 這個你有什麼看好 以色列我想的確是一個非常創新的 那中金河來講 我們比較著重在美國找 因為我覺得美國的地緣語文教育 還有跟日本一樣 跟我們都是比較相近的 像美國的技術呢 還是繼續在創新 特別是現在川普做的號稱的 所謂的中美大戰 基本上就是一個科技大戰 所以他等於是喊美國製造 其實美國製造 他就是要重新打造 重建美國的整個的供應鏈 或者供應的生態體系 那他不見得這個東西 他絕對不會是真正在美國做 他只是要驅逐中國 然後把對他友好的重新的供應商 重新的合作的聯盟建立起來 那像這個智慧製造 或者現在美國很流行的一個 像無人自動 無人自動車 無人自動 無人自動車 或者是電動車 或者電動腳踏車 或者是那個滑板 類似這個方面 其實美國非常的在著重這一塊 那像這些其實都跟硬體相關 其實正是台灣我們創投 我們的強項 強項 對 然後這些強項呢 我們其實已經不再是過去的 純粹的硬體代工 因為他們其實要台灣提供的 其實是硬體的製造能力 包括半導體 後面資源 可是更重要是台灣的工程師 在軟硬結合方面 現在是台灣已經訓練出來 軟硬結合韌體 這些變成smart device 這一塊台灣很強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包括我們投資很多公司 他其實是打全球 可是實際上他的R&D 引擎電源 base都在台灣 就像Google Microsoft 都是把研發中心擺在台灣 大概就是台灣的實力 我今天早上我的FB跳出來三年前的今天 剛好在Google去參訪 Google知道我要來的時候 他就在網路上貼布告 他說我要來有誰願意自動來當導覽 結果那天來了21個 我們就在Google的總部 大家參觀 參觀完大概就到餐廳 然後到Google的餐廳 大家就下午的時間喝茶聊天 大家聊聊Google 然後大家再介紹 那個我覺得那個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說第二天那個簡志儀 邀我早上一大早起來跑步 那早上他到彎曲跑 跑一跑又跑到Google的總部去 那我就發現在這樣一個創新的環境裡面 Google的總部 我看五六點鐘天還沒亮 那每一棟大樓都燈和透明 那這個就告訴你說 像美國有非常多的新創的公司 他一個人在那個房間裡 他不斷的埋頭苦幹 然後一台電腦 那就一直搞到通宵搭蛋 搞到天亮 這樣的情況 其實給台灣有很多的企劃 就是說美國的創新 他幾乎沒有將界 還有美國的創新 他能夠讓全世界所有有優秀 有創意的人才 大家匯集到美國 這個是不容易的 所以現在你剛剛講到 川普現在要製造業會重返美國 為什麼製造業會重返美國 其實剛剛他當選的時候 川普在講說讓美國再偉大 第二個製造業重返美國 我在想製造業 美國成本那麼高 怎麼會有可能 當然這一定是高附加價值 但是你看Pieter Navarro跟川普講 製造業比服務業能夠創造更多就業的機會 第二個製造業延伸出來是一個研發的基礎 如果製造業離開研發有跟著走 第三個他最重要叫產業鏈 如果製造業搬走 整個產業鏈就跟那個粽子頭一樣 整個全部都搬走了 這個是台灣過去三十年 我們一直掉以輕心 就是說當你看到台商外流的時候 我們都說製造業製造污染 就離開台灣沒有關係 你經過三十年流出 台灣就差不多沿沿一起 現在製造業重返美國 製造業重返台灣 其實在美中貿易戰之後 其實他最大改變是讓原來把製造業搬到中國的企業 所以他重新搬回台灣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我們回來再請時鐘來告訴我們 其實你現在在天使這個投資 這個擔任這個重要的領航員 那我們這裡看到類似像以色列 那個是非常發達 以色列我上次去 我看有一個人在跟我介紹他的藍牙皮箱 他說只要手機 那個皮箱有輪子 把晶片放在皮箱裡面 你就要手機一個程式APP開啟 那個那個行李箱跟著你走 那我想這個很簡單 這個沒什麼了不起 那他講的就津津有味 就是說以色列這種個人創新 滿街都是 那這種滿街都是 台灣我們未來這種新創的事業 我想現在很多年輕人也開始有興趣 那這樣的一個發展 台灣要變成獨角的時候很困難 但是小而美的這種新興的創業者 我相信還會在台灣不斷的蓬勃發展 等一下我想暑中 來告訴我們未來這個趨勢 好我們秘書長現在有兩個秘書長 你從創投公園秘書長 現在變天使投資秘書長 所以這個不同的 你回來變天使投資 那我想台灣在這幾年當中 我們現在這種小小型新創事業 也慢慢受到大家重視 那我想政府其實也在鼓勵大家 這種在地創新或年輕人的創新 所以我想在這個產業現在發展的實況 你用秘書長的生活來跟我們談談天使投資 好 我先延續剛剛講那個Google的狀況 其實我當年也在想推這個天使投資的時候 就有一件事情發生 那個時候Google到以色列設研發中心 那個時候Google在台灣還沒有設 在台灣設機房 我就笑了 我說Google怎麼看台灣跟以色列 這差別在 以色列過去那麼多年來沒搞過製造業 他一路搞RD 然後台灣的經濟體一直成長 比他超越以色列很多 可是今天以色列起來 就今天起來 因為他以RD為中心 他以華爾街為股票市場 他把他的技術做授權 授權再拿回來再做新的產品 但是台灣發展的這個產業模式是不一樣的 那台灣現在已經發展了 你也不能改變 所以我最近台灣政府這個 這個非常大量的推動新創 那推動新創的結果 科技部每年的新創很多 很多人問我說 台灣現在有什麼好投的 我說我帶你去科技部看看 科技部每年挖掘的上百家 裡面至少有十家是值得看得好 但是基本上發現問題是什麼 沒有人投資 他說去年台灣新創公司有三千四百九十九家 可能超過 超過 不見計算沒有沒有參加比賽的 那可能超過 但是基本上這些人大部分找不到錢 我們國發基金最近拿了一個 這個什麼創業貼紙投資計畫 要投資他們 結果因為國發基金畢竟是國家的錢 對 他又非常非常小心 他已經很大量的投資了 可是他對那個天使的搭配 要一個天使搭配 就有點希望這個天使有經驗 就怕死掉 全世界的天使都是三愛福 就是家人什麼親戚 那叫天使 可是國發基金就把他擔心 所以懂得就台灣現在狀況是天使的資金不足 天使就是投資在總子期的不足 但是我們創投很多 創投投的早期 其實都是已經大概要有到A輪以後了 投A輪的再創投不多 創投最喜歡投B輪以後 A輪有 但是不多 但是A輪以前那個總子輪 幾乎是沒有人看 那台灣現在願意投資在這個總子輪 主要是企業 企業家比較願意投 可是企業家總是要投跟他有點關係的事情 這樣像偉創最近投了很多的這個新創公司 基本上他都投一財 因為偉創希望將來做一財 加速達也是 對對對 所以所以這樣說 台灣的新創在看起來是天使的資金 所以我為什麼會從創投先退休下來 來專心來推天使 希望看看能不能帶動 我推的 我退下來兩年了 推動的天使非常非常的少 那我介紹很多新創投給創投 創投看完都說too early 包括介紹給台三 too early 所以台灣現在狀況是要解決的是 在整個資金鏈的最前面那一段 現在石東你講這個 我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說你看到大陸在早期 那個尤其都前幾年 那個很瘋狂的時候 那個我我後來 我去年到深圳去看了幾家獨角碩 包括上湯 那柔宜也去了 那我稍微仔細比對一下 很多那個獨角號稱獨角碩公司 為什麼IPO股票都很慘 因為我稍微比較一下就是說 大陸有些A輪B輪C輪D輪到F輪都有對不對 他有不同的這個天使的募資的過程 那找進去的A輪進去 由B輪再進去 C輪再進去 你如果把那些公司比對一下 那個名單幾乎都完全一樣 就是說這個 你看進去了 差不多那同樣的幾家 那這個大家在掀起卡位 大家卡得很緊 等到IPO之後 他唯一的目的當然賣股票 所以這個時候通常來講 股票IPO表現不好 那個賣壓無限大 你去買的人一定會套牢 那這個就是說 大陸發展到這裡 其實已經到一個極致了 極致以後台灣自己剛好是相對被壓榨到很緊縮 所以現在這種市場力道 有沒有回到平衡的一個立足點 大陸的天使完全不足取 對 有點瘋狂 兩個投資人在比說我我比較厲害 你比較不厲害 我們要學的是美國的天使 我們以前在投美國的時候 我們投資大概八毛一塊 差不多這個價格 我們在創投投的價格 就每次去美國開會的時候 他們就帶他們的股東來跟我們見面 招老投一個 他說你好 我什麼我去年就投了 投多少錢投一毛錢 兩毛錢 我們投一塊錢 他跟我們差一年差十倍 我們創投在追求追求二十倍 大概嘛 就是將來十倍二十倍 所以他就是一百倍 在美國的投資 我投每一個案子的預期報酬是一百倍 我投一百個倒九十九個 這叫做天使 台灣需要這樣的天使 可是你跟台灣的金主說 我們投一百個就要投 不會輸錢 所以台灣還需要很大量的環境 那過去是因為法規不行 我們現在法規公司 我居然全部修完了 我們可以發無面的股票 可以發特別股 我們可以發轉換公司在 台灣的投資環境 至少跟美國改善了 是一樣了 那現在是這個氣氛 要台灣的金主 台灣的創投 能夠願意開始做 像像美國的加速器 美國的加速器 很出名的那幾個都是創投加育成 對 那台灣的創投很強 台灣育成很多 這兩個會加在一起 像最近很多大企業 也自己做自己的育成 加速器 我希望這個氣氛能夠再多一點 多到跟像過去的創投那麼多 台灣的心狀才會有機會 現在再來就是 台灣已經變冷燥了 大陸那個熱燥太熱了 熱到最後 複江殺 所以那個複江砍來砍去 那就很嚴重了 所以現在比方說 大陸很多獨角獸 我經常跟很多人講 我說那個那個這個送到虎口去 獨角獸最後是變成把他咬死 那未來這個情況 就是台灣其實已經很緊收很長時間 所以等一下回來 我特別請教朱董 你現在中間有一個新的基金要募集 那你看到這個環境 就是說台灣的這種投資家 現在大家對創投的基金 接受度到底有沒有改變 第二個我們下一個新的基金的募集 他的投資方向 大概未來的重心 就是投什麼為主 我覺得那個可以讓大家稍微想一下 就是說台灣的創投到底現在 這個在標的選擇跟他的佈局 有什麼樣一個新的想法 我想這個等一下再請教朱總 好 歡迎再回到現場 我想請教朱總 就是說現在好的創投 其實他是一個國家科技經濟發展 很重要的車頭燈 為什麼他在前面探路 那個照下去大概就至少 那個整個未來經濟發展的輪廓 或藍土就很明朗 所以創投竟然是開路先鋒 所以在目前中間有 已經大概這一次新的基金 我相信從台灣出發 那從台灣出發跨日本 現在產列 這樣的這個佈局的方向 就是你那個新的創投基金的募集 重點會放在哪裡 是我們因為我們是跨區在運作 所以我們這個基金 未來在大概百分之四十會投資在美國 因為美國畢竟還是一個技術創新的地方 事實上現在是一個投資美國技術新創最好的時機 一方面因為大陸的資金被限制住了 所以它的整個價錢就便宜 另外一塊來講因為美國製造 所以美國製造的關係衍生出來的 像這個所謂的Smart Manufacturing 還有那個Mobility Asset Service 所以是這些方面來講 其實都是我們關注的地方 在台灣的方面來講 我們覺得台灣實際上目前在積極推動5G 然後加上有一些數位性科技 像AI Blockchain 像這些所謂的數位性科技 在台灣來講也有很大的應用 那我們看好的地方是分成兩塊 一個是新經濟的那個企業 就剛剛談到的 他純粹是在這個新經濟的裡面 所產生的一些企業 這些企業大概都是比較早期 可是我們實際上看到從我們過去 投資的案例可以發現 台灣這些的新創 已經跟過去的新創不太一樣 這些新創它基本上是有一些技術 那這個技術大概就是 先把這個技術變成產品 產品以後變成打造成一個平台 平台變成一個服務 所以它從第一天開始 它就是用台灣的人力 台灣的R&D 然後它實際上第一天就立足全球 它就打自己的品牌 所以像這個東西 它目前採用的最後的模式 因為它是服務嘛 所以它就是用所謂的 subscription的經濟模式 訂閱經濟 對 訂閱經濟 我現在訂閱經濟很可怕 我看這個禮拜 微軟四足又超過Apple 對 那像台灣現在我們發現 就是我們投資的這幾家 台灣的新創 在新經濟的企業裡面 都是所謂用訂閱經濟 所以他們的成長 是需要一點時間 可是他們第一天就立足全球 所以生意是全球在做 那加上現在日本的企業 願意跟他合作 所以他馬上開始的客戶就有了 所以像這種東西 他的獲利 那個獲利率就很高 大概三四十percent 所以就不太像我們以前的代工 就是講的比較低 這是新經濟企業這塊 另外一塊我們看到 就是利用像在5G這些 因為像5G他基本上來講 他是一種新的技術 不是四加一 台灣現在很多硬體製造 5G像散熱什麼跑到跑 跑完天了 中金額帶5G的佈局 現在是哪一塊 5G來講 我們我們現在看好的 就是說在智慧製造這邊 譬如說 基本上來講 將來因為5G 他的新的結構 所以他不再是中央管控 那因為高頻高速 大量傳輸還有低延遲 所以將來他會有很多smart sale 那些smart sale 基本上就是人家講的 A級頓的運算 那A級頓運算 他已經不再是純粹的硬體 因為smart的關係 所以他是軟硬整合 所以那一塊來講 我覺得對現有的台灣的產業 或者是再加上新創的一些產業 在這塊 smart sale這塊是一個領域 另外一塊 從過去的歷史 你會發現就是說 從原來的2G 3G 4G到5G 你會發現真正的 key的application服務 都會要有新的device 出現 這個新的device出現 譬如說以前是feature phone 3G的feature phone 4G是smartphone 5G的時候 一定是5G的手機 可是一定會有5G手機 更先進的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device 最近有人跟我講 他說那個單數都不怎麼樣 雙數比較厲害 為什麼4G比3G厲害很多 他說後面的6會比5 更可怕 這個要有待印證 對 那所以我是覺得剛剛講的 除了5G來講 除了smart sale以外 那我們覺得那個將來的device smart device會各式各樣 已經可能不再是手機 可能是眼鏡 或是什麼之類的 AR VR這種東西 整合進去 另外一塊我想我們看好的 是因為它要大量的傳輸資料 所以不管是企業或個人 我想在那個資安 對 Cyber security 以色列這個太強了 對 那一塊也是臺灣 我覺得有能力也可以做的 那究竟因為臺產生硬體 所以你硬體產生data 所以把smart 那個所謂的Cyber security 這些東西加進去一起連結 我想這會是一個生態鏈 所以這個當然是我們看到的一些投資的機會 所以我到以色列去看了像checkpoint 還有Melanox 那個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公司 那以色列因為有它國防上的需要 所以那個軍工資安那一種產業 台灣也有 但我們沒有人家那麼興旺 就是說他那個以色列的公司到美國去掛牌 他的市值大概都將近千億 那這個就很可怕了 就是這樣的產業 你可以發揮到這樣的淋漓盡致 我相信這是臺灣未來在摸索的路上 我們可以好好去思考 就是說臺灣經過這三十 我們人流物流外流之後 現在如果再回流 回流以後 如果把創投的機制重新再建立 然後讓臺灣製造業 我更大的發展的潛力 然後在創投願意來 那大家一起共襄盛舉 我相信臺灣應該會更好 所以我想今天 我們會想感謝朱總經理 另外也感謝時鐘其實在創投產業 已經服務了三十 他現在退休到天使投資 我相信他們都奉獻一生的時間跟精力 今天感謝兩位 感謝大家觀賞 下週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收看 這神明天 和北盾 失敗